多謝大家今天在天氣預告 指天氣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仍然來到這裡 支持我們今天工聯會 支持勞工為基層的行動 大家都知道 剛才我們的議員已經說了 反對輸入外地勞工 除了要反對僱主壓低僱員的薪酬之外 其實同樣是要政府加強培訓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在立法會上都曾經發現 政府培訓人才就好像 一個小朋友要讀書一樣 要勤力做 就不能夠出包 現在輸入外地勞工 就是政府不讀書走去出包 這個是我們勞工的 絕對不能夠接受的安排 同時間最低工資 一連一檢 講了幾年都還沒有 每次局長都說 現在民治上 法例上所寫的 兩年檢討不少於一次 其實是包含一連一檢 但這三年裡他有沒有做歌 沒有 我們是不是要一連一檢 是 是 我們要一連一檢 是要保障我們基層的打工仔 的薪金水平 是要追得上通脹 這個是很基本 很基本的一個訴求 如果連通脹都追不到 就是減薪工 是不是 是 減低我們的消費能力 是 那我們的經濟 怎樣可以再發展 是 是 同時間 大家都留意到 2003年共度時間 減薪工 現在加上了 沒有 十幾年了都沒有加上了 那個水平 經濟已經超過1997年了 為什麼 我們打工仔 永遠都要 在沒有法例保障之下 被通脹蠶成 我們的人工 被老闆剝削我們的權益 所以我們每年的五一流動節 都要寄出來 要社會大眾知道 現在的現況 知道 政府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在這 希望 來年 以及 以後的每一年 都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不可以 可以 謝謝大家 加回大會